8月29日至31日 2023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在上海举行 8月31日一早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身着运动衫牛仔裤 以共享单车沿江骑行的方式 开始最后一天的行程 当天蒋万安先后参访上海多地 并与在户台胞交流座谈 今天早上我刚好有机会 跟许多在上海这边工作创业 长期生活的台湾年轻朋友见面 也很深入地听取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在上海目前生活的状况 其中有小学就来到上海 有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上海目前第八年 也有在上海成家立业的 我觉得听到他们反映很多 在上海这边他们觉得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台湾跟上海 年轻朋友交流的活动 我想接下来我们也很希望 借用他们这样的经验 以及未来他们到台北 也可以分享他们在这边创业的过程 我希望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蒋万安表示 两岸安定是大部分民众的心声 我想很大部分的台商朋友 以及我所介绍的民众 大家都很期待两岸之间是要安定和平 当天下午 蒋万安走进上海仙霞新村街道 洪旭居民区 该社区近年来经过一系列环境提升工程 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参访期间 蒋万安频繁与居民和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同参与社区空间运营的台胞合影留念 蒋万安不时感叹台北与上海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有许多值得交流借鉴的地方 当晚 蒋万安乘机离户返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